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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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这招意外坠楼 哈哈多好用 要学着点哦 而碰上主要的刺杀目标更不用说 杀法真的是多到数不完 这一代超越以往的细腻度 让系统有了大幅的进化 就从新的直觉系统讲起吧 主角47号 能运用直觉来观察周遭人的位置 判断人的行进路线 和找出可以利用的道具或环境物件 除此之外还可以借由消耗直觉 来躲避人们对你的怀疑眼光 来低调的穿越一些看守比较严密的地方 伪装系统和以往也不太一样咯 大家会以为只要穿得跟大部分的人一样 就很容易混进去了对吧 错 因为他们怎么会不认识一起行动的同伴呢 所以如果你要穿越整群的警卫 最好还是弄套工人装之类的伪装 比较不会被认出来哦 但是不同伪装的身份 当然也会有不同的权限在 玩家呢 可得要好好计划每一段的行进路线 来确保不被发现 或是换上看到了也认不出你来的最好伪装 在赦免中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新增的评分系统 仔细看看画面左上角的分数 那个分数会随着47号的一举一动而变化 如果被试破了 或是做出伤及无辜等等额外的行为 就会导致扣分 如果是成功达成目标 无声暗杀 藏觅尸体这些专业刺客表现则会加分 在线任务当中 如果能够持有一定分数以上过关 将可以得到一些技能上的强化 这也是制作团队在鼓励大家贯彻专业刺客之道的一种方式 不过啊 如果你坚持要大开杀戒 也是会让你过关的 这就是刺客任务所提供的自由度 丰富又充满挑战性的内容 你要是还没接触过 就赶紧把握这次的刺客任务赦免吧 美梦俱乐部这个号称 只有具备纯洁之心的男性才能进入的神奇社交场所 向来是XBOX玩家们专属的心灵绿洲 让不少PS3的玩家们羡慕不已 也期望哪一天这些可爱的美少女女士们能在PS3上登场 果真不负玩家们的期待 现在这间美梦俱乐部真的在PS3主机上开张啦 各位同样拥有纯洁心灵的PS3绅士们 欢呼吧 在PS3上新推出的美梦俱乐部完全版 是以2011年时在XBOX360上所推出的 美梦俱乐部ZERO新系统为基础 并加入了新的剧情 服装场景与小游戏等 众多新要素的移植作品 玩家们在游戏当中所化身的主角 既不是什么霍亚郎 也不是什么大帅哥 只是有一颗纯洁的心灵的普通人 就凭着这一点 主角成为了神秘的美梦俱乐部会员之一 玩家能在会员资格有效的一年之内 享受与可爱女士们饮酒谈天的乐趣 靠着玩家们高超的酒力与谈话技巧 和他们发展出一段甜甜的恋爱 也是有可能的喔 PS3美梦俱乐部完全版 这个周末依然等着各位火山哨子 而不对等着拥有纯洁心理的玩家们 大驾光临喔 由迪士尼招牌明星米奇 以及元老级动画角色奥斯化 这一对黄金组合 连妹触及的最新动作游戏 传奇米奇2 二人之力 重新了初代的精髓 让大家运用魔法画笔的神奇力量 在迪士尼卡通的荒废国度中 展开一场充满色彩的大冒险 那么米奇手上这支画笔究竟神奇在哪呢 首先它可以喷出蓝色颜料 把原本不存在的东西变出来 像是空中的立足点或是机关等等的 而绿色颜料则是完全相反 会把东西给变不见 如此一来就能发现后面是不是藏着什么东西 而在遇上坏蛋时 大家也可以选择要用蓝色 把它洗脑战时变成伙伴 或者是直接使用绿色把它消灭掉哦 当然我们的奥斯化也不是省油的灯哦 手上的遥控器可以操控跟电力有关的开关 它那双长长的耳朵能够变成螺旋桨 载着米奇四处滑翔 如果你家有两只摇杆的话 那就来双打吧 另一名玩家可以直接操纵阿斯华来一同合作过关 而在涮仙推出的PS3版本中 还支援PS MOVE动态控制器 让大家可以体验尽情挥洒画笔的乐趣哦 觉得驾驶F1赛车很困难吗 赶快来试试这款大壮化的F1巨星卡丁赛 轻松享受最刺激的急速赛车 F1巨星卡丁赛不只收入了真实车场的赛车 以及车手外观 车手呢甚至还会使用自己的母语来跟对手畅销哦 游戏将F1赛道彻底大改造 增加了许多超乎常理的设计 可能出现一个90度大上坡 或是赛道根本就是大骑鞋的角度 玩家们小心不要让头扭到咯 游戏攻下可是不负责的哦 游戏最特别的一点 就是加入使用道具的功能 有的可以干扰对手 有的可以让自己额外加速 甚至化身为炮弹 直直地往前冲刺 更可以叫出安全车 让最前方的车手无法大幅领先我们 而路线中也有额外氮气加速的区域 收集到一定程度 就会立即展开氮气加速 一举超越前车哦 游戏中不管撞上场景中的车辆 移动的大型机制等部体 都会让赛车挂点影响到车体性能 这个时候就要马上开到 专属的维修区来修车 不然冠军可是为拱手让人的哦 另外F1巨星卡丁赛 也能够在网路上找人连线对战 挑战玩家的运气和驾车技术 喜欢趣味赛车游戏的玩家千万不要错过咯 用一款根据西游记所改编的线上游戏 最游记要本落登台啦 以原著中的81难为剧情主轴 穿插许多新奇有趣的任务 会以选法、炎罗影刺以及后裔神语等五大职业 而除了职业之外 最游记还准备了五花八门的各式法宝 有的可以提升爪色状态 有的可以修炼丹药或是炼化妖物等等 拥有一件好法宝绝对是玩家上西天取经的最大助力哦 在取经的道路上 玩家还可以降服各种妖魔鬼怪成为自己的灵兽 无论是当成盾牌还是补刀都非常好用哦 为了收妖伏魔 玩家必须在人神妖三界里上山下海 这时仙兽坐骑就是你最有力的好帮手啦 而每只坐骑都还有独特的资质跟技能 甚至还会附加能力到角色身上哦 另外还有特别的七十二变系统 玩家可以借着任务活动或是打怪 来取得各种不同效果的变身卡片 喜欢像孙悟空一样超级变变变的玩家 可不要错过咯 三国游戏可以说是多到数不清 而由日本光荣特库魔公司所推出的三国制系列 绝对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如今这款网页游戏化的百万人的三国制 special也在台湾正式推出哦 游戏中我们要利用点数来执行各种命令 透过行动点数可以在占领的领土中 执行任务来获得金钱和经验值 并且收集武将和道具 至于攻击点数则可以进攻其他的省份 要是把省份中所有城池都占领下来 就能够扩张自己的领土 进攻的时候对手就是占领这些城池的其他玩家 只要在猛将、智将和将军的三路对战中 取得两场胜利就算获胜咯 而想要在三国时代和群雄对抗 好的人才绝对是最重要的哦 游戏里的武将系统有点类似卡牌的概念 获得强力武将之后 可以将其他武将当作强化素材来提升他的实力 要是素材向性好的话 还能够获得更大幅度的提升呢 取材自北欧神化的网页游戏 雷神Online要在台湾正式推出哦 玩家要在女武神的引导下 收集死去战士的英灵 组成队伍在不同的城镇中 帮助NPC完成任务获取奖励 雷神Online强调自动式的轻松游戏体验 玩家不需要手动进行每场战斗或是施展技能 只要一开始挑战好队伍的装备技能以及阵势 上了战场就会自动进行战斗 玩家只要等着减宝看剧情就好喽 虽然我们可以一个人操控一支队伍来进行冒险 不过还是能够和其他玩家组队挑战更困难的多人副本来获得更好的奖励 另外要是觉得自己本领高强电脑已经不是对手的话 也可以参加竞技场和其他玩家的队伍较劲 看看谁才是最厉害的高手哦 听说最近有个恐怖的游戏 让玩家一旦踏进去了就再也走不出来 日以继夜废寝望时地玩着它 究竟是哪块游戏有这么大的魅力 可以让3DS的玩家这样如此深深着迷呢 答案就是我们的治愈系大作 走出户外动物之森啦 有别于其他的游戏动物之森完全没有所谓的破关这回事 游戏当中也没有给予玩家明确的终极目标 玩家可以想干嘛就干嘛 尽情地享受游戏中的一切 闲来没事看是要给他钓个一整天鱼 或是到村民家串串门子聊天打屁 帮忙解决他们生活上的问题 都是看玩家自己决定 此外游戏中的时间也跟咱们现实生活时间一样 现实生活是白天 游戏里也就是白天 晚上开机的话 进到村子里也会是晚上 不仅如此 就连游戏里的商店也都是跟现实生活一样 有自己的营业时间咯 所以想要买什么东西 可得要记得好商家几点开门 如果错过店家关门的话 就买不到想要的东西咯 这一次的作品 玩家除了扮演刚搬来的村民之外 还会误打误撞当上村长呢 所以除了每天交花聊天的例行公事之外 又多了一个更重要的工作 那就是要负责村庄内各项建设的安排 举番吊桥 时钟或人形看板告示牌 统统必须由玩家来决定 所以就算是从同一个村庄开始 后来也会随着我们亲手下去布置的演化 慢慢变成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村庄 布置好自己的村庄之后 透过网路去逛逛朋友的村子吧 看看你村子里有什么好玩的 或是透过擦身系统欣赏其他玩家的家里 有什么好玩的 所以啊 这款游戏就是要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悠闲生活 整天打打杀杀拯救世界真的很烦躁对不对 现在来放松一下跟着小嫌一起搬来 暖呼呼的动物之森吧 侠盗练车手舞 在更广大的世界里体验三名主角的不同人生 我想各位玩家对于质量效应3的结局 应该不是很满意吧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呢质量效应它还是一款非常优秀的系列作品 当然咯 游戏公司不会轻易的错过这个品牌 在上个礼拜 Biver工作室透露出质量效应4将会以全新的寒霜2引擎来开发 画面不仅会更加的美丽 而原本广受好评的系统也都会留下来喔 再来呢最重要的就是大家最熟悉的 Shopper舰长也要退役啦 故事将会有全新的开始 玩家们可以去探索更多的星球 还有更多的外星种族 我想大家应该非常的期待吧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 本周未上市的游戏有哪些 请看Hongen预报 游戏内容一直以来都非常有争议 又广受欢迎的《狭盗列车手》系列 预定在明年登场的第五代 最近又释出了最新的游戏影片 让期待已久的玩家们可以一保眼福咯 仔细一看就能发现这一代的画面表现大幅提升了许多 虽然放弃使用黑色落成的脸部动态捕捉扫描技术 但是角色的脸部表情一样做得微妙微笑 让演出更加生动 不过在网路上也引起了许多的讨论 有一部分的人认为 这样子让这款原本旧暴力的游戏又更加写实了 不过这大概就是《GTA》系列 一直以来都那么受欢迎的地方吧 当然这次的亮点可不单单具有画面那么肤浅呢 这一代是首次三主角制的设计 在单机游玩的时候 玩家们可以切换各个主角进行主线任务 使用的角色不同 剧情也会出现变化 后期甚至由多种结局分歧哦 影片后段又更劲爆了 可以看到在空中自由落体 或是开战斗机再重振上空战斗的画面 各种大场面应有尽有 这也代表了《侠盗猎车手5》在游戏玩法的多元化上面 又更上一层楼哦 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 在2010年时在PS3、Xbox 360上恶魔成暗影主宰吗 以独特的世界观和美术风格 加上崭新的动作玩法 可以说是让不少系列粉丝的眼睛为之一亮呢 时隔两年 这款游戏不仅将在家用主机上推出续作二代 更有一款新的外传《恶魔城宿命之境》 预计在3DS上推出咯 外传里玩家将扮演的是一代的主角的儿子 特雷瓦·贝尔蒙多 为了寻找失踪的老爸 他拿起家族直传的圣巅 再度前往诅咒之地恶魔城 宿命之境不仅回到了玩家 十分熟悉的传统横向卷轴方式 就算是在掌机上推出 游戏依然保有强大的画面 更加入了各种掌机才有的新玩法 各位喜欢《恶魔城》系列的玩家 一起来期待这款新作吧 好久不见的ACG大百科又要跟大家见面咯 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好消息就是 陪我们长大的好朋友 多拉一梦 今年是他诞生前100周年的纪念 这么重要的日子 在日本陆陆续续有很多的庆典 还有相关的特展 所以咯 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好消息 就是在年底的时候 多拉一梦的特展也即将会到台湾展出 我们的采访小组也会到现场进行采访 相信现场一定有很多很精彩的内容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敬请期待哦 接下来呢 今天的ACG大百科 就是要为大家介绍改编 多拉一梦的第一款游戏 想知道是什么吗 请收看我们的ACG大百科 相信很多人在小时候遇到作业写不完 或就是被人欺负的时候 都会有个共同的愿望 没错那就是想要去找 会拿出各种神奇道具的 多拉一梦求救啦 跨越了时代与种族的鸿工 为全世界的大朋友小朋友 带来梦想与希望的这只蓝色机器猫 今年正好就是它诞生的前100年哦 所以今天的ACG大百科 就要来应应景 为玩家们介绍一项史上第一款 以多拉一梦为主角的游戏 这款在1986年 在红白机上发行的同名动作游戏 在这里我们要在俯瞰式的外来城市中探险 一边收集各种武器 以及增加血量的糖果 为后面的关卡做准备 只是这些通道的入口都是隐形的 不熟悉的话 就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钻咯 接着以大熊的大魔镜为背景的第二世界魔镜篇 摇线一变成为会不断变换方向的横向射击游戏 这里最常发生的惨剧就是在转角被突然改变方向的子弹给暗算 如果不能尽早贴紧画面的边缘进入旁之路线 救回胖虎和小夫的话 光靠狗拉A梦一个人的火力 可是没办法存活太久的哦 最后以大熊的海底鬼炎城为背景的第三世界海底篇 则是要从深海各处的宝箱中救回大熊胖虎小夫三人 才能够杀进鬼炎城打王就近乡 只是啊这一切在游戏当中完全不会有提示 如果当年你可以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看到这个全破画面啊 就表示你对哆啦A梦真的是很有爱哦 强作完透透刺客教条3中文版 深入体验美国独立战争秘史 众所瞩目的刺客教条3在本月初正式推出后 竟然在首周就有高达350万的销售量 真的是创下了该系列最佳的销售成绩呢 像这样子的大作我们玩家们最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它有没有中文化咯 因为如果没有中文化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尽情享受里面的内容还有剧情 所以咯刺客教条3的中文版在下个礼拜即将就要正式上市咯 虽然呢刺客教条3的中文化这次没有完全的同步 不过呢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有出了中文版 还是有让我们感受到厂商的诚心啦 所以呢他们的诚意也让我们直接反映在他们的销售成绩上面 所以事实证明就是只要有用心呢 我们玩家们也会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哦 希望未来我们可以玩到更多的中文化游戏 接下来呢请看我们的强作玩透透 结合真实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丰富剧情 一直是经典动作游戏刺客教条系列的一大卖点 但是每代都有庞大的文字量 台湾玩家怎么有办法一下就看得懂呢 还好这代刺客教条3有完整的中文化哦 让你跟主角戴斯蒙一起深入另一名祖先 拉顿哈给顿的记忆 回到美国独立战争的前一刻来解开谜团 而在殖民者眼中被称为康纳的主角 是一个英国人与美洲原住民的混血儿 在康纳童年的时候 部落就被外来的侵略者给破坏了 心中充满愤怒的康纳 从神秘的伊甸碎片中 得知了有关刺客讯息的预言 为了守护自己的家园 决定加入组织成为一名刺客 拥有莫获克血统的康纳 从小就在部落长大 在树林间快速的移动 对他来说啊根本就是家常便饭 所以当要追踪猎物敌人时 就能够利用这些树枝树干 在森林里穿梭 完全不会留下一点痕迹 让康纳能更完美地扮演一名刺客 武艺高超的康纳 拥有许多暗杀力气 背上的弓箭可以在远处 无声无息地暗杀敌人 或是使用神雕 把团队中落单的敌人 拉到自己身边解决掉 在跟敌人面对面的时候 手持战斧的康纳 更会把恐怖的形象深深烙印在敌人的心里 从小就有打猎天赋的康纳 很懂得如何去隐匿自己的行踪 并且知道利用地面上遗留下来的蛛丝马迹 去寻找猎物的踪影 所以在野外冒险碰到的各种野生动物 都能变成康纳的经济来源 这些动物的皮毛 心脏 肉 都可以以高价贩卖给商人 但是要狩猎这些野生动物可没那么简单 动物们的警觉性非常高 先好好地躲在附近的草丛 抓准机会 出其不意地从后方攻击 还要注意一点 可不要随便用弓箭狩猎哦 要不然毛皮受损就卖不了好价钱咯 在商里你是猎人也是个猎物 所以打猎时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危 各种凶残的捕食性动物 很有可能反过来狩猎身为人类的康纳 这个时候反应就要快 按下对应的按钮才不会成为野兽的美食哦 刺客教条系列中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就是刺客们可以随时随地飞檐走壁 在屋顶高来高去 走一般人无法轻易跟上的路线 刺客教条3中 在大自然中成长的康纳 连森林中的树木都是他可以行走的路线 只有一点点地方可以抓的岩壁 也能快速地攀爬上去 行动范围比起前几代更加广大咯 攻击系统沿袭以往轻易上手的设计 适当使用攻击以及防御剑 就能够轻松使出华力的攻击技巧 而在敌人攻击的瞬间 按下防御剑将会帅气地反击敌人 做出更有效率的攻击 三代的舞台主要就是在广大的美洲大陆上 要有效率地在13个北美殖民地之间移动 如果只有马屁的话速度就太慢咯 在刺客教条3里 多了这艘帅气的天鹰号 各个地区之间移动将会更加快速 坐船速度虽然很快 航程途中免不了会对上英国的舰队 这次除了陆地上的刀剑蟹斗 还可以体验到在这无际的大海上 驾驶战舰互相套击的快感 对舰战斗中主要的武器就是运用大炮 把敌人轰的洗发烂 但到精准的小炮就用来攻击敌人的火药库 让它成为在海面上绽放的华丽烟火吧 在这美洲大陆上还有许多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三代新增了许多家园任务 当你好好帮助他们之后 可以获得他们的回报 这些人能帮助制作一些东西 例如制作运送车 帮忙运送物品交易等等 让康纳的家园逐渐复苏重建起来 到底在这混乱的时代 康纳要如何帮助反抗军 反抗英国的高压统治 捍卫人民的自由 现实中主角戴斯蒙 又要如何打击现代的圣殿骑士团 Astergo 拯救地球 幸免于难呢 一切答案都在这个故事 跨越了数个世纪的刺客教条3中 上个礼拜的电玩大调查 G-Star 2012 的展览中 玩家们最期待的作品是哪一款呢 充满浓浓动漫风格的Project NT 果然一曝光就吸引了许多玩家的关注 丰富趣味的游戏内容 和可以让玩家尽情发展的高自由度 都是非常吸引人的有趣特色 玩家们是不是都等不及游戏的推出了呢 这个礼拜要来问问大家 陪着大家走过童年的众多动漫明星 你最喜欢的是谁呢 是迪士尼的一哥米老鼠 拥有神奇百宝代的哆啦A梦 迷糊又可爱的樱桃小丸子 还是其他的动漫角色呢 赶快到节目讨论版中 和大家一起讨论吧 下个礼拜 电玩风将为大家带来 漫画风格的爽快动作游戏 迎合游记兵的介绍 玩家们千万不要错过咯 要是你喜欢我们介绍的内容 请记得在YouTube中订阅我们的节目频道 或是加入巴哈姆特的Facebook粉丝团 这样就不会措施每个礼拜的精彩节目 也能在第一时间 看到最热腾腾的游戏星座介绍咯 巴哈姆特电玩风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咯 Bye